雨下的非常大 在国内的房车界也有罗上海市 房车本来是大家旅居的工具 是一种生活方式 也是一种人们追求自然适合远方的一种途径 玩房车的这些受众 大部分都是一般的普通人 它的属性就应该是给大家普通人所玩的 但是现在在房车界出现了一个怪事 正如罗上海市中说的 明明是只母鸡却要打鸣 明明是一头驴却要在鸡窝里孵蛋 某个车企号称是房车界扛把子 造出了一两百万的房车 其实啥呀 底盘是你造的吗 车上的逆变器是你生产的吗 用的板材是你自己做的吗 可能你在一些车方面占据了一些质地 创造了一些辉煌 但是在房车没什么可夸口的 老老实实给广大人民群众 造一个平价的亲民的房车 为什么扎点噱头就把房车动不动就卖上百万呢 也许是想借鉴国外大品牌造一个所谓的概念车 拉高自己品牌的身价 但你别忘了 你就是一款给老百姓提供旅居的一个工具 福特 人家没有造那么贵的车 丰田 人家也是老老实实的造车 没有搞什么概念噱头车 就是你一家企业似乎有造车的经历 但是变速箱发动机哪样是你自己造的呢 不都是买的吗 鸡就是鸡 又鸟变不成鸟 房车的本质一定要回归 不然被人淘汰 尽管你现在的占了一席之地 名气还不小 但随着房车界的理智的声音出来 真正好品牌的亲民的房车出来 这些终究会被淘汰 最近我看 有一个房车厂 发的那个房车 十万左右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亲民房车 当然了 房车呢 它有几部分组成 底盘的价格和上装的质量 但是我不否认差价 但是高的离谱的 那就失去意义了 或者失去房车的本身 因此啊 我们作为房车消费者也好 房车的观察者也好 我们眼睛都是雪亮的 就是一个改装厂 大的改装厂 或者是拼凑厂 它永远成不了 主机厂成不了 凤凰 因此啊 我觉得房车 要老老实实造车 靠质量 靠口碑 靠价格 赢得民心 靠所谓的高大上 是没用的 广大用户 广大老百姓 用得起 买得起 才是根本 还是那样的 造价位 亲民的房车 不难 难的是 不要把人当韭菜 当傻瓜 不然大家 对我的观点 同一步 欢迎大家讨论 人家讲到转发 谢谢大家 是自己那么无有鸟 是我们人类 根本的万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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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